这下2014年暗网上流传最广的一段诡异录像 由一个神秘组织蓝骷髅发布在暗网上的 是真是假至今无从考证 当年美国版的《走进科学》还调查过此事 最后也不了了之 视频中四男一女相约在万圣节前夕 踏上了雄找全美最恐怖的鬼屋探险之旅 然而结局却比任何一个鬼屋都恐怖 今天这个故事带你游历全美最恐怖的鬼屋 谁能感受地体验一下美国的鬼屋文化 结局将彻底颠覆你对恐怖的认知 接下来的录像是有五位好友 在进行极度恐惧自驾游时拍下来的 万圣节来临之际 麦克·杰夫和布朗迪 和同另外两名好友 扎克还有波比五人一起 想给自己平淡的生活加点料 他们准备去体验全美最恐怖的五个鬼屋 还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杰夫 准备把全程拍摄下来 当做自己的假期作业 就这样出门从来不看皇帝的美帝们 踏上了此次狂欢之旅 出发前扎克在网上做了详细的攻略 并制作了这张鬼屋探险地图 途中大家在车上聊着各自的恐怖经历 说话前就来到了此次恐怖之旅的第一站 这个坐落于美国小镇的鬼屋叫闹鬼的房子 每当圣诞节来临之际 鬼屋的规模和游客空前高涨 在排了恒久队之后终于笼到了他们 进门前布朗迪先体验了一波死后的快乐生活 这个鬼屋属于比较初级的挑战 通过简单的道具和时不时冒出的NPC 打到惊吓效果 类似国内的恐怖密室 这类鬼屋不费脑子 但是很费嗓子 扎克和麦克等人还时不时的跟NPC互动 布朗迪基本上是一路叫着走完的 就在他们离开时 一个小丑诡异的看着他们离去 显然这个鬼屋并没有提起他们多大兴趣 晚上找了一个露营地就各自睡去 第二天一早 几个人继续上路赶往下一个鬼屋 傍晚时到达目的地 几个人在附近扎营之后他们来到此行的第二个鬼屋 这个鬼屋建在空旷的农场上 由一辆安装水弹枪的守护拖拉机 拉着他们来到森林深处 路上他们可以射击两旁由真人扮演的丧尸 这类鬼屋虽不恐怖但互动性强 老少皆已 几个人玩得很开心 但是在离开时却碰到了上一个鬼屋扮演鬼娃的NPC 此时麦克不顾众人的反对 迟意要下车查看 毕竟在凌晨三点把一个可爱的女鬼 至于荒郊野外麦克肯定做不出来 在麦克眼里女鬼也是女人 是女人就跟她有关系 魔际清晰思维缜密 姐夫只好打开车门 麦克下去后一番询问 那个女鬼直接跟她上了车 还没等大家问清楚怎么回事 鬼娃站起来对着众人就是一栋气泡音 在众人还没做出任何反应之际 他就下了车 此时的他们还以为这些都是万圣节的小恶作 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接下来的每一步 都将使他们陷入恐怖的深渊 当那一天来临之时 他们才意识到 对于恐惧他们一无所知 今天他们来到此次探险之旅的第三个鬼屋 这个鬼屋位于偏远的乡下 看起来很不起眼 几个人边吐槽边停下了车 到了晚上人越聚越多 他们开始好奇这个鬼屋 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就在几人进入之后彻底被征服 这个鬼屋重在氛围营造 结合声光电刺激你的感官 并且还原了很多惊悚的犯罪现场 演员入戏太深 音效逼争 里面的怪物还能贴心地叫出你的名字 能很快地让你投入到场景中去 甚至要不断提醒自己这是假的 这个鬼屋费心费嗓还费腿 因为几个人最后是跑着出来的 负责的NPC还会追出院子 几个人出来之后意犹未尽 直呼乡下人真会玩 在前往下一站途中 布朗迪还在好奇里面的演员 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还有途中碰到的种种诡异行为 麦克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不想继续下去了 在几个人争论中 扎克道出了实情 在网上争取最恐怖的鬼屋时 有一个神秘人通过社交账号告诉他 蓝骷髅是目前全世界最恐怖的鬼屋 但是没人知道他在哪 因为蓝骷髅从不主动接纳任何人 他们只会在暗处观察你 如果你是那个合适的人 你就会收到他们的邀请函 然后这个神秘人告诉他们 想要被选中 先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你得按照这个攻略 玩指定的鬼屋 如果你是那个天选之人 就会有人联系你 所以他们此前玩过的鬼屋 都是攻略力 这一切只有扎克一个人知道 现在通过种种迹象表明 他们很有可能被选中了 到处实情后 几个人罚信奉不已 这如同解密一样的游戏 让几个人多了一份期待 就在此时扎克输到一个邮件 得到了重要提示 他们要继续前往第四个鬼屋 很快几个人来到第四个鬼屋 这是一个恐怖主题的脱衣无酒吧 拍完汲取之后 身心也得到了放松 前几天的禁欲随即抛制脑后 出来之后 一个女人给了他们下一个线索 要他们前往另一个小镇 那里有他们想要的线索 扎克去找线索 其他人自由活动 迈克约了一个女鬼NPC 玩了一把人贵请未了 根据线索提示 他们要去一个乡村酒吧 找到一个叫巴鲁的人 此人会带他们进入蓝窟了 就在拿到情报的当天夜里 一个陌生人潜入他们的房车 拍摄了几人熟悉的样子 并传到了网上 后来网友也确实在网上 找到了这段视频 第二天一早 大家看到视频惊恐不异 迈克还在冰箱里 发现了一个类似人类的内脏 此时所有人才意识到 游戏刚刚开始 他们向往的终极刺激 果然非同凡响 不论前方是天堂还是地狱 都值得以示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乡村酒吧 在等待了许久之后 巴鲁舞动着曼妙的声姿 来到他们桌前 得到了关键信息之后 经过前面的诡异事件 几人把车停在路边 正在讨论要不要去的时候 就在这时 窗外传来一声巨响 并且有人爬到车顶 断了车里的电源 动使车内一片漆黑 就在几人准备发动车子 一开始 惊悚的一幕出现了 几十个鬼屋的演员 围住了他们的车 此时车窗外又是一声巨响 再次回过头之后 这些演员物消失不见 迈克正在准备着万圣节早餐 此时车窗外传来一声 巨响和诡异的笑声 扎克下车查看 发现一个带有吊牌的南瓜 回到车里 他们切开南瓜 竟然终于正式收到了 蓝骷髅的邀请 此时的迈克有点犹豫 布朗迪说 我不知道该不该去 就在大家蒸笼时 车窗外又传来了动静 打开窗帘 一排蓝色骷髅面具 整齐地摆放在车前 这些蓝色骷髅面具 好像有什么魔力似的 最后众人决定前去一室 路上布朗迪面色凝重 似乎有种不好的预感 迈克觉得他们已经违背出心 现在被一穷怪人耍来耍去 晚上他们按照邀请函的地址 来到市中心 参加万圣节狂欢 寻找带有蓝色骷髅的人 一番熊爪之后 终于在茫茫人海中 发现了那个他 几人挥手致意追了上去 杰夫拿着相机紧随其后 因为人太多 以为前面的人士波比就追了上去 此时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出现 杰夫被人绑走之后 迈克给杰夫的手机打电话 语音信箱提示他们要继续拍摄 并给了他们一个新的地址 告诉他们12点前必须赶到 几人按照约定 来到一条废弃的乡村公路 就在此时前面开了一辆校车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同时他们收到短信 给他们45秒让他们下车 迈克死活不下 这时短信又来了 提示他们还有30秒 扎克决定下去看一下 而此时迈克也收到了短信 现在就是一声巨响车舱被人砸碎 此时手机再次响起 几人被戴上头套 伴随着金橱月 他们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 蓝色骷髅列车 此时几人才真正理解 真正的恐惧永远都来自于瑞芝 而不是在一个房子里 放几个吓人的道具 他们并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扎克开始安慰大家说 他在网上查过一些关于蓝骷髅的信息 只是一个游戏 大家放松 这句话更像是他自己在安慰自己 车不知道开了多久 只能被封别放下 最后车上只剩下布朗迪 下车前NPC告诉他 布朗迪睁开眼车上空无一人 眼前只有一个荒废的房子 镜头给到扎克这边 眼前一片漆黑 地上只有一个蓝色的荧光条 麦克打开门 这是一个还算翁心的小屋 这四个人曾经拍摄 这五个人应该拍摄 这四个人还需要拍摄 我的天啊 那尸 do 老实 我相信 如果你们的可合 我 我 什么 我 我 此时的扎克彻底怂了 肚浪的说快放我出去 话还没说完 身边传了了电锯的声音 迈克房间内 突然出现一个小女孩 扎克在黑暗中被电锯 狂追到另一个房间 他找到开关后打开灯 这时他才意识到 这个电锯根本不是道具 布朗迪被一个面具男 强行拖走 迈克试图和NPC对话 哀求着让放他出去 此时波比的房间 灯光全部暗了下来 一个玻璃房内 迈克满手是血的 从房间里爬了起来 然而迈克根本看不到他 也追不到他的身影 灯光再次暗了下来 迈克好像被什么东西袭击了 玻璃在汗中摸索着 发现了一个穿着扎克衣服的人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面具男袭击 强行拖走 布朗迪满身是血的 被装到的后备箱拿走了 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被装到了一个 满是内脏的棺材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棺材被盖上了 外面传来了缠土的声音 另一边 其他三个人也被装进了棺材 四个人凤利拍打着棺材 任凭他们喊破喉咙 周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 因为他们被彻底厌瞒了 他们终于体验到了 自己寻求已久的终极体验 录像到此结束 最后一幕定格在 蓝骷髅幕后策划者的脸上